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拍 可爱 谢谢 特别喜欢 你是90后还是00后 但我特别喜欢悠悠歌 你喜欢校长的哪首歌 那首歌就是赵尔宁的 赵尔宁的那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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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厉害 你会唱吗 会 会唱两句 你怎么听 今天我迎 怕爱我手 兴将我自身当温柔 路已滴去 从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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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感受 真的会 你们发钱买回来的 好美食演员 还是怀疑乐台黄金年代的标志性演绩 你怎么听到的校长的歌第一次 就是我特别喜欢乐文化 然后就是校长代表了 从八十年代到现在 就七十年代到现在的乐文化的歌曲 优秀的歌曲 好多都是校长 慢慢讲慢慢讲 就被人家听不清楚 我这个太棒了 你抱一下 作为乐坛大家长 他见证娱乐圈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 现在有什么是让你害怕的吗 怕失去朋友 怕失去 一些 我们那个年代所拥有的一些感觉 现在好像有时代不一样 很多时候转变得很快 你看我B站的那个浏览 全是校长 天天看 你见到偶像什么感觉 我真的刚才看到校长走出来 就是戴口罩 我直接就认出来 然后我全面在做梦 你不是听到电话 听到人家告诉你消息 没有 我就来点玩 然后正好就遇到我 有一点 真的没有收钱的 这么难接受 还要等着 天安门 是不是那边 天安门都在那边 啊 你看这个前面的再前面那个 哦 这边是天安门啊 对 是反面 反面反方向 那边 哇 里面是住哪里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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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明日面对面对话谈饮邻 校长一生 校长有学几句北京话吗 你叫我 什么意思 就是特别超级厉害 超级厉害 不漂亮 不漂亮 不厉害 厉害吗 不厉害 几周前 趁谭用您工作的空档 我们邀约到他 他团队提议 可以和谭校长逛逛北京 走走胡同 校长说 不要做什么正经的采访 闲聊聊就挺好 不需要美严呢 好的 好的 谢谢 他们家的咖啡很好 但是藏在胡同围的 这里好 这里好 琳兰荔枝影 冰的 真的很想测试 你看这个上面 那个店都在这里 在上面找不到这种的 找不到这种 坐着就已经过了 这个里面也有咖啡的吗 对 咖啡厂 哦 好好 找完才喝还是慢慢 先从底下来喝 找一下再喝 找原来就好 领蓝荔枝影 混好就是没喝过 但是非常好 您经常有时间在北京这样逛一逛吗 哪有 但是我很喜欢 我常常爱去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眼前的谭用林和我们喝着咖啡 坐在平房走廊里闲聊 心味不足 但人情味十足 在曾经巨星年纪的香港娱乐圈 说谭用林是巨星中的巨星 也绝不为过 从1968年出道至今 他发行专辑超过130张 金曲无数 见证了华语娱乐圈半个世纪的风云艳环 即便已经72岁 他也依然在马不停蹄地工作 那这回在北京会停留多久 我已经差不多一个月了 我拍了好多节目 我跟李克勤这样的世界杯 你是不是那种天生 就是停不下来的人 就你如果躺着或放空或休息 你会觉得有负罪感吗 其实这些几年 我就感觉很懒惰了 这个疫情的关系 我以前都是 起码每一年都 多多少少自己歌唱 都20 30场都一定有的 每一年 我只从2020年1月17号 做完爱情 都到现在都没有做过 所以我觉得很懒惰 这是被迫懒惰 就是因为环境的关系 那你自己个人就从来都没有说 很少 我一天睡超过五六个小时就觉得 哎呀 怎么那么糟糕睡那么多 你是从年轻就这样吗 我从刚刚出来社会做事就这样 几十年就慢慢习惯 我指的这个行业 我指的这个行业 entertainment 你是一个entertainer 你要去娱乐观众 娱乐乐远 所以你要尽力啊 尽力的本分 去做好自己了 才对得住所有喜爱的人 我常常说这个世界没有免费五家人 所以自己的准备功夫要很粗 就说我以前每一年都在红干演唱会的时候 我看演唱会八个月之前就开始跑步 每天一定要跑一个多小时 风雨不改 台风来还是跑 我最忙的时候连续14年 14年 我只享受过三趟假期 最常是八天 八天六天三天 14年在里面只有三趟 完全什么工作都没有的 机会是一定是给有准备的人 怎么就开始有这样的意识 可能因为我是家里面唯一一个男孩 我有两个姐姐三个妹妹 然后我对我爸爸很熟悖 因为我爸爸是足球 是国家的足球员 代表国家 然后又是抗战英雄 我们初上的小时 一个家庭环境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对机会是很重要 有机会一定要好好做好自己 表现自己 1991年 因为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水中花》 谭永林被更多内地观众所熟悉 在20世纪80年代 她是整个香港流行音乐的风向标 从1984到1987年 谭永林连续四年 包揽十大竞歌金曲 最受欢迎男歌手 那一时期 只要有谭永林参与的音乐奖项 她都毫无悬念地会获奖 这之后随着在春晚上获得的知名度 她的更多金曲从香港传承到内地 爱在深秋 难舍难分 朋友等等金曲 也成了几代华人的流行音乐记忆 那您觉得这个现在流行音乐 跟你那个年代比起来 你觉得现在流行音乐水准是好的呀 还是不好的呢 很多人都说 以前的音乐好像比较好听 在我们那个年代 真的在香港 香港是整个华人社会的音乐的发源地 确实 在那边头 同意 同意 好 其实在那个年代 你看看我们那个年代的歌手 好多都很有特色的 声音方面 出来整个形态都不一样 都是有独当一面 有压台的感觉 比如举个例子 徐晓峰 叶称文 珍礼 梅艳芳 张欧荣 等等等等 听到声音 马上有点辨识度够 而且在那个时候 真正在乐坛比较常常唱出现的也不多 总共加起来就几十位而已 现在一个月都不止几十位出来 而且整个社会的节奏就不行 现在社会的步伐就比较紧密 比较节奏快 所以现在听音乐的人的时间是减少 但是音乐一首好歌 你是需要多听 多去感受才会感觉那个味道 一首金曲就是这样出来 多听才是金曲 然后琅琅上口 尤其是现在很多歌唱比赛 那歌唱比赛 很多歌手都是很短时间 要介绍自己的能力 所以无缘无故就不要高音 唱歌是用来感动人的 一首让你很深刻的歌 是入你心 让上你老 那您觉得就是现在这个年代 还有必要去追求那种刻骨 就是深入人心的作品 因为我从节类型的音乐出来的 当然我是比较接受 但新一代的人不一定 他们可能很追求 电影完了就主题曲 也说不定 但您也是能接受这种多元的 我们是绝对承受多元化的音乐 我们是很吸收的 要不我怎么唱 披着羊披着狼 2004年 谭永明将刀狼的作品 披着羊披着狼 收录在自己的专辑里 此举被不少乐评人冷嘲热讽 有评论说 刀狼的歌太俗 谭永明不该唱这样的作品 但谭校长凭借着多年对音乐的敏感 对歌曲有着自己独到的判断 最莫名其妙 最莫名其妙 人家都想不到我 怎么会唱刀狼的 披着羊披着狼 但你喜欢那首歌吗 它打动你的是什么 很浪漫 你说一头狼 它为了自己喜爱的东西 然后就把自己做伴一条羊去保护它 对不对 而且这个歌我听超过三千遍 才去灌路 我一天到晚都是一首歌 纯完纯完 无论睡觉开车 都是一首歌 人家是听了好久好久 才开始去灌路 你做事就是一直都这样子认真的态度 就严谨认真和专注 可能是我新作 新作 新作 这是好意外 什么新作 我是 八月 八月二十三 我是私作跟处理做的 刚好中间两个性格 有时候很脊着的 您是用什么方法去跟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和节奏的 因为你的艺术生命力是非常长久的 感觉是最主要的 我觉得 在出道刚刚出 我自己个人出道的时候 有一些乐评人 还有电台的DJ 他们都说 我是一个走钢丝的艺人 所以我很敢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我今天早上就跑了一个小时 这个跑受伤了 再说 unto你 等一下 我今天早上就跑了一个小时 这是我的什么 这是我的 我说 我的 你 我的 我看 我说 我说 我的 我说 我说 我的 我估计一看过去 看出多少朝代和多少年的历史在里面 难道你看了 你拍一张照片 还有没有 真的不好意思 我刚刚还怀疑我走的对不对 然后走到半路听到了激动的粉丝的声音 我知道OK没问题 你已经很习惯了这样的状态了 是不是 会有什么感觉 习惯了四十几年 那后来已经慢慢就 也不能说是麻木 只能说是 吸引 真的吸引 那做艺人疲惫吗 做艺人一定疲惫 因为是不一样的行业 怎么不一样 对您来讲 跟普通人生活的方式不一样 就完全把自己暴露在所有人的面前 就 吃啰啰的 值得吗 值得 因为人家说在娱乐圈 一年等于 别人生活的三年 我们是压述的生活状态 今天还在重新在温习您整个的那个经历 然后就有一条 就在写说 谭永宁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横跨到二十一世纪的艺人 我们一开始玩丁月而已 18岁的时候就组了第一个乐队了 16 66年的时候 对 上世纪七十年代 谭永宁和朋友组建的温娜乐队风靡全高 之后几名成员各自发展 谭永宁开始去台湾拍电影 发行个人专辑 演艺生涯也逐渐进入高光时期 那时候忙到什么样的状态 我非常非常忙 其中有一名的暑假 我就已经拍了期末天 我在生日的愿望就是 每天给我睡一个小时 我最希望打台风 打台风就休假 那你可以自己选择 就是我可以 比如说调整一下自己的节奏 让自己可以稍微舒缓一点 我往往在想 不晓得哪一部电影 会不会打这好层次出来吗 要怕撕掉这个层次 就是一来就答应 一来就答应 那你有没有忙到 就是觉得我不行了 我真的是周转不来了 就脑子也转不动了 甚至动 就是到起码半个钟头到四十五分钟 你就那个时间睡觉了 醒过来 所以我学习了一个很好的 就是站起来 本来眼睛就是迷迷糊糊 就往地上看脚尖 要这样 斗嘴巴 那整个脸 那个肌肉就松掉 就好像变得好精神一样 你就用这一招 让自己的状态 看起来相当于好一点 对 看起来没有睡过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 还是很想红的 就是觉得要抓住任何机会 谁不想红啊 谁不想红 尤其是你不想红 进入这个行业干嘛 韩永宁在香港大修场的演唱会 在当年被称为香港历史上最震撼的演唱会 在他开唱的三天里 平均每晚都有四万多观众到场 歌迷人数之庞大 演出专业度之高 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社会轰动 那一年 韩永宁44岁 状态好的初期 每晚现唱将近三十首歌 没有嘉宾全程唱跳 却也毫不影响他的发挥 即便在当年以雷德华为首的香港四大天王时代已经到来 但就歌坛地位 演唱实力 举办演唱会的市场号召力上 也无人能取代台语 我跟电视台的人 电视台的台长请我吃饭 你什么时候续约 你现在那么红跟我们续约了 我从来没有跟你们签约 没有签约 你说没有签约 是说合作的一个连续剧也没有约 没有约 一点约的话就口头 他要求我说我就续约了 就完全靠彼此的信任 对 那你怎么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一个完全看似没有保障的事情 最后是因为很红 然后人家希望可以跟你续约 你对 你尊重人 人家 也希望人家当然是人家尊重你 要是没有 也没关系吧 用时间来 证明给他们看就好了 所以 后来我在香港灌入唱片的时候 我已经去了台湾了 我坐飞机回香港录音 然后每一次他们要求我做什么都做 六点钟播出 你说几点钟去 一定是四点钟起来 去那边化妆 等六点钟唱歌 无所谓 去 有些朋友在上午茶一点 没太多人看 好不好 你过来帮忙一下 可以 去 为什么 就是朋友 我从来没想过有什么回报 但是竟然到后来 他们这些人都变成很高层 全都是我看了入行的 变成后来就 那些关系就越来越顺 现在我们用国语 用普通话来唱出这个 Francine 哇 这么帅 和你 同路 从不相信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音乐圈 汇聚着一众才子佳人 那一时期 谭永林和梅艳芳 张国荣 陈百强 被称为流行乐坛的三王一后 朋友 入梦 那的芝心 激进风暴 为着我 风风雨雨四十载 如今的流行乐坛 早已物是人非 但72岁的谭永林 依然活跃在舞台上 对 对 录好几个节目 过两天就另外一个 新的节目 您会希望可以接着这样的机会 然后它会不断地陆续播出 我可以获得更多的名声 让现在更多的人认识我 还是觉得说我可以赚一点钱 好多人说 你不需要那么辛苦了吧 其实我本身 我要求不多 生活就跟平常人一样 我平常都是吃小店 茶餐厅 拉那个球鞋 就往街上跑踢球这样 很简单 所以这样可以说 我四十年前就上岸了 就不需要再奋斗 就是不需要再用为经济再奋斗 但是我 唱歌是我享受 我跟歌迷们的一种互动 而且那种互动 那种感觉是 钱买不到 中文哨一奋 中文哨一奋 现在有什么是让你害怕的吗 怕失去朋友 怕失去一些我们那个年代所优有的一些感觉 现在好像有时代不一样 很多时候转变得很快 其实我是一个old school的人 很喜欢传统的东西的人 你知道 你一下感动我了 为什么 我不知道 我就是可能是你的真诚吧 对 你的那一个就是那一份态度一下特别的打动我 包括你给我们的印象是总是那么周到 然后非常的敬业 就是职业素养非常的高 所以我会想那个是您刚刚讲的你怕失去的你们那个年代的感觉吗 是因为你们那一代的艺人那样的一个环境 但是是怎样的环境塑造了你们这样子的现在 那是真的很好玩的 我们常常会有歌手去打歌 不同的唱片公司的人都会聚在一块 我就会常常会叫一些同行一起去职业销去聚在一块 很多人说同行与如敌国 但是我们觉得没有啊 我们都是大家庭啊 大家应该想说我们在一块的那一颗还有那个气氛嘛 对不对 才是大家庭嘛 对吧